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大眼睛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巴黎长荣桂冠酒店 因为未悬挂中国五星旗而引发的国际风波 事情是这样的 中国网红张教官的有趣人生 在酒店大厅发现缺少中国国旗 并因此要求酒店补挂 遭聚后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大量中国网友的愤怒和抵制 进而导致包括携程在内的中国旅游平台全面下架该酒店 这一行动激怒了台湾网友 他们纷纷在吃吐 他们的脸书粉砖留言抗议 要求中资企业滚出台湾 这场由一面国旗引发的风波 让人们看到了政治、商业和媒体之间的复杂关系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巴黎一个象征浪漫和自由的城市 却在奥运期间成为了一场国际风波的舞台 事情的发端是一位网红名叫张教官的有趣人生 在长荣桂关酒店大厅的一次发现 那天他环顾四周 注意到悬挂的各国国旗中 唯独缺少中国的五星旗 这一发现激起了他内心的强烈不满 于是他冲到柜台前 不断要求酒店立即补挂五星旗 然而酒店的柜台人员礼貌地拒绝了他的要求 张教官气急败坏地说 我不住了 并在社交媒体上详细描述了这一事件 迅速引起了大量中国网友的共鸣和愤怒 这一事件很快引发了中国旅游平台的强烈反应 中国最大的旅游网站 美团迅速下架了所有长荣桂关酒店的房源 在携程网的海外版Track and Trump 刚不上无论你如何搜寻 也找不到任何一间长荣桂关酒店的存在 一时间这家来自台湾的酒店品牌 成为了中资企业的眼通钉 然而这一举动却激怒了大量台湾网友 社交媒体上特别是Track 他们的脸书粉砖 瞬间被台湾网友的留言淹没 他们带住愤怒和抗议的语气说 听说不挂五星期的饭店会被你们下架哦 如果你因为阵子而打压台湾的公司 我们只好拒绝你们 为何下架台湾长荣 太过分 拒绝使用中资平台 中资企业怎么内谋脆弱啊 滚出台湾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拒绝 请离开 这些留言一个接一个 几乎让吹 他们管理员应接不暇 台湾的民进党前议员 王浩宇也在脸书上发文 表示对这种打压台湾的行为 强烈不满 他呼吁所有台派人士 应该立即抵制这些中资企业 并坚决拒绝在这些平台上订防 王浩宇说 长荣桂冠酒店挺台 遭到坠土台 遭到坠土弹压台湾的中国公司 我们要从此抵制 这场由一面国旗引起的国际风波 让许多人看到了现代全球化背景下 政治与商业之间的微妙关系 巴黎的长荣桂冠酒店 原本是一个让游客享受舒适住宿的地方 却因为没有挂上中国的五星旗 成为了政治斗争的前沿 然而这次事件背后的核心问题 其实并不在于一面国旗 而是在于国际社会中 不同国家之间日地紧张的政治局势 中国旅游平台下架长荣桂冠酒店 显然是一种政治表态 而台湾网友的强烈反应 也是对这种政治打压的反击 长荣桂冠酒店在这场风波中 出于自己企业的立场 选择不挂中国五星旗 一再保持中立和尊重各方 但最终却陷入了这场无休无止的争议中 这让我们不禁思考 在现代社会中 企业是否能够真正做到政治中立 又或者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企业必须要面对来自多方的政治压力 从媒体的角度来看 这场风波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新闻事件 中国媒体迅速报道了张教官的遭遇 并强调了长荣桂冠酒店的不友好举动 与此同时 台湾媒体则集中报道了台湾网友的强烈反应 以及对中资企业的不满 这些报道不仅反映了两地民众的情感 也则设出了不同媒体 在报道同一事件时的立场和角度 无论如何这场由一面国企引发的风波 让我们看到了现代社会中 政治商业和媒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长荣桂冠酒店是否会因为这次事件 而改变自己的立场 中国旅游平台是否会因为台湾网友的强烈反应 而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 这些问题都将在未来的日子里逐渐揭响 或许这场风波也提醒我们 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 尊重和理解他人的文化和立场 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 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每一家企业 都应该秉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 才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中 找到一条和平共处的道路 巴黎长荣桂冠酒店 最近成为了中国网红和网友们的战场 而这一切都源于一面被拒绝悬挂的五星红旗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 中国知名旅游网红张教官 在抖音发布了一段短视频 供诉这家位于巴黎的酒店 在台厅内悬挂了各个奥运参赛国家的国旗 唯独没有五星红旗 这视频一出 立刻引发了轩然大波 仿佛一个小时只投入了一池平静的水面 激起了层层波纹 张教官在视频中激动地表示 这家由台湾人经营的酒店 拒绝悬挂中国国旗 甚至连他自带的铜尺寸 五星旗也被拒之门外 张教官向接待人员提出疑问 接待员却冷轮回了一句 这是台湾人的酒店 这句简单的话 瞬间点燃了张教官的愤怒 于是他和朋友们决定立刻退访 为了弄清真相 张教官和他的地培 特意采访了一位自称是酒店中餐 行政主厨的杨姓厨师 杨厨师爆料称 酒店确实曾刮顾五星旗 但却被台湾及苏姓总经理下令剪掉了 这一爆料让事件更贴了一层神秘色彩 仿佛一部悬疑电影中的高潮部分 杨厨师还进一步说明 苏总经理是台湾总公司派来的 他才有权利做出这样决定 尽管杨厨师三次向酒店高层抗议 但都无济于事 最终他收到的回复 是专注于厨房的工作 不要干涉酒店管理 及干扰其他人员的工作 这句话听起来 像极了办公室里的官僚主义 让人不禁想起了那些 永远充满程序和规矩的商业巨头们 张教官的爆料视频 迅速在中国网络上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不少网友号召抵制长荣桂关酒店 他们纷纷表示 不会入住长荣旗下任何酒店了 一致是为了拒绝台独 整个事件迅速发酵 变成了一场线上的舆论战争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 尽管事件在社交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 但却始终没能登上热搜棒 一些网友对此表示不解 质疑官方是否在刻意压制热度 而各大旅游平台 虽然被网友们呼吁下架长荣桂关酒店 但搜索结果显示 酒店仍然可以预定 对此长荣桂关酒店也做出了回应 他们在接受中央设采访时表示 一贯秉持客户至上的服务精神 致力于提供宾客 尽善尽美的住宿体验 然而对于最近旅客 对奥运布置提出的意见 他们深表遗憾 并承诺未来将持续精进 希望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让每位旅客都能享受 更完美的住宿体验 不过这样的官方回应 显然无法平息网友们的怒火 越来越多的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言论 要求全面抵制长荣桂关酒店 并质疑为何旅游平台至今未下架酒店 有人在小红书上愤怒地就问 连中国国旗都不愿意悬挂的酒店 你们非得赚它这个钱不可吗 而事情也并不仅仅停留在网络层面 部分旅游平台 如中国协程与海外版Drip 看美团等也迅速下架了长荣桂关酒店 这一连串的举动无疑是对长荣桂关酒店品牌形象的一次巨大打击 就当大家以为事情会继续发酵时 整个事件却突然陷入了一种奇妙的瓶颈 没有继续上热搜 也没有更多的官方声音 这引发了更多的猜测 有人认为背后可能存在某种微妙的力量在调控 试图将这场风波降温 不管真相如何 这场因一面五星红旗引发的风波 无以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复杂的故事 它不仅涉及两岸关系 还反映了社交媒体在现代理论中的巨大力量 以及公众情绪如何在网络上迅速扩散并影响现实决策 张教官的视频虽然在一夜之间吸引了数百万的观看和讨论 但最终是否能促使长荣桂关酒店改变策略 还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仍是一个未知数 然而 这场风波已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思考空间 在一个信息高度透明和传播迅速的时代 如何平衡商业决策和公众情绪 可能是每一个品牌都需要面对的重大挑战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I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王只是六度 五楼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iv楼请介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